欧洲农民抗争遍地开花 法国农民试图开着农耕机围困巴黎 但遭到警方以装甲车阻挡 双方在高速公路僵持不下 比利时农民则是在欧盟高峰会前夕 攻陷首都布鲁塞尔 农民还在欧盟总部附近夜宿 准备对各国领袖发出怒吼 农耕机大军遭遇震爆装甲车 双方在高速公路展开对峙 不满政府过度检管 以及外国低价农产品竞争 法国农民开着农耕机大举前进巴黎 但遭到检方以装甲车阻挡 见警方态度强硬 有农民拿出自制的可送贿赂远景 农民试图包围巴黎 法国当局除了在巴黎近郊部署装甲车 总统马克宏也指示 要确保机场以及欧洲最大的 杭吉斯食品批啪市场正常营运 有18人试图阻挡市场入口 遭检方逮捕 农民被阻挡在城市之外 法国东北部大城史特拉斯堡 有小朋友开着迷你农用机具 上街深远农民 同一时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被大量农根基攻陷 农民趁欧盟高峰会前夕 在欧盟总部附近夜宿 希望借由瘫痪交通 对各国领袖表达诉求 有些农民封锁高速公路 直接在现场炸洗薯条 公民众享用 抗争活动遍地开花 意大利跟希臘农民也纷纷响应 沿见怒火燎原 欧盟执委会提议放宽环保法规 并限制乌克兰农产品进口 欧盟执委会释出善意 希望平行农民怒火 但这项提议还需要成员国 一致同意才能正式实行 陈伟仁编译